东阳也呵斥 同时还呼吁众人讨伐秦义辰 在一片讨伐声中 秦义辰却是不为所动 甚至在其面旁上 没有一丝的恼怒之色 他 他是被气疯了吗 也难怪啊 虽然不知道 他凭借什么抵御住了 匡源旗的攻击挽回颜面 但是看其事后昏迷之事 想来他也不轻松 是啊 这好不容易得到的焚心果 就这样交出来 这换成谁都不会甘心的 在喧哗声中 几个散人恋丹师 都是一脸担忧地望着秦义辰 后者可是他们散人阵营中的骄傲啊 竟然也被如此明目张胆地欺压 而他们却完全无法反驳这个借口 在讨伐的浪潮中 东阳春风得意 一切都顺着他预料的方向在发展啊 这般趋势 哪怕是身为丹府府主 也无法包庇一人而阻拦众议 就算再不济 秦义辰不肯交出焚心果 那丹府大会的名额 也绝对会因此而取消 十方丹府之中 三大宗门绝对不允许 区区一个散人 敢在得罪他们之后还存活的 更不可以出现一个 能够分庭抗衡的散人势力 秦义辰只不过是 他们第一个打压的对象 而十方丹府府主此时 见眉紧皱 他有些搞不清楚 秦义辰为何会说 分心果已经被他服用了这种话来 哪怕他不愿意交出来 也大可不必说一个如此借口 这样反而将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就算他有心包庇 也得衡量一下丹府众人的看法 一个为了留下焚心果 而说出这等不着编的谎言之人 如何能够服众呢 半上那种漫天的讨伐之声 才是悄然掩灭 场面也是缓缓寂静了下来 小子不要自断前程 为了我们丹府的荣耀 你还是快些将焚心果交出来吧 看到自己的煽动起到的效果 东阳已经胸有成竹了 这个时候 他反而是摆出一张笑脸 装好人说的 一道的目光 也是在此时 对着秦义辰投射了过去 若是他坚持要留下那枚焚心果的话 势必会如同东阳说的那般 日后在丹府中 定会被众人所唾弃 自毁前程 老头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 记性有问题 而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 秦义辰终于是开口了 不过他一开口的话语 确实让得众人一阵惊骇 我刚才说的焚心果已经被我服用了 你这么快就忘记了 依我看呀 你这般记忆 还不如辞去丹府客卿之位 找个隐蔽之处 去度过余生吧 秦义辰的声音之中充满了调侃之意 话语中的挑衅之意 更是锋芒毕露 而这话语中的嘲讽之意 也是让得众多东林宗阵营的炼丹师 面露怒意 东阳可轻 更是被气得吹眉瞪眼 仿若要活活生吞了他一般 小子 你是在挑衅我 东阳面色难看 阴沉的声音缓缓响起 不仅记性差 连理解能力也这么弱了吗 秦义辰打了眨眼睛 一脸无辜的表情 见到这幕 不少人心中一愣 看来这个小子 并非狂妄到没边啊 刚才那番话语 想来是因为焚心果要被抢夺 而憋出来的气话吧 这不他已经要为自己先前的言语解释道歉了吗 不过田良却不这么认为 甚至他有些不忍地捂住了额头 不想继续看下去 这个小子 似乎从来没有对谁低过头啊 且是 道歉 可能吗 似乎在这个小子的字典里 只有裁脸和狠狠地裁脸这两句话吧 哼 对于秦义辰无辜的表情 东阳只设冷哼一声 一副你想要道歉 已经太晚了的表情 唉 真不知道你这种老头是怎么当上客亲的 我都只差指名道姓地骂你了 你竟然还来问我是不是在挑衅你 你 你在逗我吗 咳 咳咳 虽然早就猜到秦义辰不可能道歉 但是 在听到这玩味十足的话语 田良还是忍不住扑笑一声 而后 他连忙是干咳两声 遮掩住自己的失态 不过这个时候 可没有人在意田良的失态 因为在场的众人 几乎都被秦义辰这番赤裸裸的挑衅话语 给惊得有些脑子短路了 这个小子 他是疯了吗 就算他在丹会中挽回了丹府的颜面 难不成 他以为能够凭借这个 就去挑衅东阳客亲吗 在震惊之余 也有些不少跟随田良一起来的散人猎丹师 暗自为秦义辰低叹一声 而此时在楼宇前方的丹府府主 却是眉头一皱 眼中有着疑惑指色闪动 以他的阅历 在先前的接触中 他便是不难看出 秦义辰绝非那种狂妄自大之辈 可是现在他怎么会如此呢 看他的架势 仿若不把事情闹大 反而是嫌事情太小了一般呀 难道他 真是因为焚心果的缘故而恼羞成怒 我看错人了 在十方丹府府主心底 不由地闪过一个念头 东阳深吸两口气 压抑着心中的狂怒 对着丹府府主行了一里道 丹府府主看了他一眼 又将目光望向了秦义辰 看着那一脸淡然的少年 他心中真是有些猜不透 后者是打的什么主意 辅主 咱们丹府是该整顿整顿了 免得有些半截尽头的老头 整天在丹府中以老卖老 而就在丹府府主犹豫之际 秦义辰那玩味的调侃之声 再度响起 呆 黄口小儿 你说谁以老卖老 此时东阳克青 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意 他大步跨出 指着秦义辰怒喝道 谁硬 小爷就说谁 秦义辰也是不甘示弱 胸膛一挺 丝毫不惧地回应道 两人的目光在半空中交织着 隐隐间一种隐晦的波动荡漾而开 一股让人感到窒息的气氛 更是笼罩了这片区域 辅主 让我来看看 服用了焚心果之人 究竟是有多么的妖孽吧 此时东阳对着丹府辅主说了一句 心神便是锁定住了秦义辰 一种浓烈的杀意 丝毫没有掩饰地 从其身上散发而出 老头 别默契了 想动手就快点 带着一抹调侃的声音 平淡地从秦义辰嘴中说出 在这道仿若无所谓的声音中 满场寂静 不知道他们是因为秦义辰的狂妄 还是因为他的无知而震惊 在短暂的寂静之后 无数的喧哗之声 终于是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猛地抱涌而起 那种声浪让得整个十方丹府都是清晰可闻 东阳是谁 十方丹府的克青啊 丹府克青 在丹府中的地位仅次于丹府辅主之下 就算是众多长老 与其说话都得用和善甚至讨好的语气 何人敢对克青大呼小叫 更何况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或许有狂妄的妖孽之辈 曾经挑衅过长老 但是在十方丹府的古籍记载中 可从来没有人狂妄到去挑战丹府克青啊 而且这个口出狂言之人 还是一个刚进入丹府不足一月 甚至年纪还不过十八九岁的少年 我这才闭关一个月 他们丹府怎么就出现了一个这么狂妄的小子 他难道就不知道那人是东阳克青吗 他怎么会不知道啊 哎呀 这个家伙倒也太过狂妄了一些 先前看他救了身灵大姐头的时候 我还对他有几分好感 没想到他竟是如此一个狂妄之人 哎 可惜了 一道道议论之声不断地响起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秦义辰是疯了 毕竟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都没人认为他具备挑战克青的资格 秦义辰这一次没有再忍气吞声 反而是让人们误以为 是因为舍不得焚心果恼羞成怒 在人群前方 田良也是被秦义辰的这番话语 给震得有些目瞪口呆 虽然他知道秦义辰炼制出了 五级顶级丹药 但是东阳的威压实在是太过强烈 身为两名克青之一的他 能够在丹府助力这么多年 岂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挑衅的 如你所愿 小董事实在是太过强烈的那种 优优独播剧场上的探索